独嫁 海岛 速拍着陆 兴散至极的阿尼亚充满热情地准备享受假期 却发现父亲没什么兴致 于是一本正经地表示 普通父亲在这种情况 一定会陪着女儿一块撒鸭子玩耍 文婷此言的黄昏仅也信以为真 立刻切换成了蹦蹦跳跳 形象不要的慈父模式 却不了约尔迎面走来 老父亲瞬间因为刚刚的沙雕行为被看到 而羞红了脸 约尔小姐 收到留言所以来与我们会合吗 你的脸是不是有点肿 罗埃德关心地询问着妻子的伤势 约尔盲解释说 自己是因为阻止商谈对象夫妻吵架而受了点伤 还告诉罗埃德招生银子的是泡汤了 但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看到他们夫妻俩最后都绽放了笑容 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 聊完近况后 一家三口终于进入了享受假期模式 他们逛小镇坐缆车 登三人自行车 探地学 学马术 在海边堆沙雕 几乎每个项目都给读者提供了乐字 阿尼亚也同样乐在其中 看着一边高呼好像芒德 一边冲向绵羊的阿尼亚 悦尔和罗埃德脸上都浮现出了幸福的笑容 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知道这场旅行危机四伏 也都希望这番和平光景能一直持续下去 为此他们可以付出一切 但他们不知道守护和平的最大功臣就是眼前这个孩子 只有阿尼亚清楚 罗雷来号究竟发生了多少事 父亲母亲 阿尼亚接下来想把这个潜入海底看鱼的东西 阿尼亚的声音打断了悦尔和罗埃德的思考 听到阿尼亚想潜水后 悦尔瞬间紧张了起来 因为穿泳衣意味着她胸前的伤将暴露在家人面前 得知母亲想法的阿尼亚瞬间改口 说自己怕鲨鱼不想潜水了 此时悦尔则看到了全包式潜水服 于是欣然提出要带阿尼亚去水里看鱼 并暗下决心即使遇到鲨鱼 也要将它们偷偷打倒 就这样 福建一家开始了与鱼共舞的潜水行动 看完了鱼的阿尼亚又提出想要玩冲浪 还让母亲推她 结果还没完全从工作状态中脱离的悦尔 一把将阿尼亚推成了喷气势发射瓜 好在罗埃德闪亮灯场 救下女儿的同时也挽回了点自己的形象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太刺激了 阿尼亚的玩命要求没有得到罗埃德的允许 又玩了一会儿后 一家三口准备回到船上 连日不眠不休的战斗让悦尔略感疲惫 此时的她已经无法抑制袭来的困意 于是倒在丈夫肩上睡去 玩了一整天的阿尼亚 此时也累得睁不开眼 于是罗埃德只好抱着老婆孩子 以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生赢家的姿态 走在了回船的路上 接受路人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和议论 看来悦尔小姐至此的接待工作真的很辛苦 见俺呢 这还有很好 �然好的 我見一下 大家 有什么 呢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